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抱歉 这个上课的时间 跟大家又改变 因为前一阵子在澳洲 那现在已经 真的人是回到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调整这个时间 来上课 那我们今天进入地质规的经文 那我们 从事教学 对于教学 孰轻孰重 我们办事要抓住轻重缓急 同样的我们教学 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也得抓住 我们不能变成舍本逐末 本末倒置的教育 所以老师 对于教育的认知高度 决定了他孩子 受用的程度 老师只看眼前 只看分数 那学生也是短视尽力 我自己 第一年当班主任 我也是见缝插针 在讲课的时候 这个在台湾做班主任 有个好处 包班的 又教国文 又教数学 好几科都是我教的 可以见缝插针 传统文化 五轮八德加进去 我记得 当时候我正在讲德语故事 有一个学生 戴着一个眼镜 他近视很重 然后呢 就突然讲了 老师啊 你讲这些 考试又不会考 当时候我是 没有什么很受伤 但是就是说 你看这个学生 他学习啊 他都专注在哪里 考试上 他人生的考虑 就是考试 这些古人的风范 换不起他的感动 教育的根本 我们要找到 心是根本 知其心 然后可以救其师 理计学计 很精辟 我们教育界的同仁 都应该深入 这一篇教育 最近也听到 有人谈教育的时候 东西方教育 有一个留学生 他就提到了 他到英国去留学 不习惯 以前 学习啊 就是老师教什么 我就记什么 结果到了英国留学 老师都是 启发他 问他 他一下不会思考了 调不过来了 我们说频道啊 一下子转不过来了 其实啊 这个是冤枉 老祖宗啊 东方的教育 应该是以 理计学计为标准 孔子说的 记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 这个是理计学计里面讲的 应该也是传承于孔子的 所以东方的教育是强调德行 强调悟性的启发 怎么什么时候变成灌输式的 教育了呢 这个不是让我们的祖先背了一个大黑波吗 你看孔子跟学生的应对 指路问墙 孔子马上问他 你是要问南方之墙还是北方之墙 还是你自己的墙啊 都有互动的啊 你看子章 问 是如是 可谓之达也 一个读书人 怎样才叫通达呢 孔子问 那你觉得什么才是答 子章就把他的想法讲出来了 再帮闭闻 再加闭闻 孔子说 你这个是闻 不是答 都把学生内心的想法给问出来 才能应激给他说法 不是一直惯的啊 你没看到孔子好多书里面记载 都问 学生何各言而至 大家讲的志向是什么 教育老师 你议论一定以后要给我做什么 就是一种灌输的 你非得给我考医科不可 你看父母都是这种 硬强迫的 孔子是自胜心思啊 我们当老师以他为榜样的 所以理济学济讲呢 教育是导而扶迁啊 引导他 不是硬拉着他的鼻子走啊 抢而扶意 抢是鼓励他 激励他 不要否定他 我们言语当中 常常 否定学生呢 对他的伤害是很大的 他老师他这么崇敬了 你否定他就没信心了 开而扶打 开是启发 扶打就是不是给他都讲 讲完了 都没给他感受思考的空间 倒而扶迁 则和啊 你不是硬拉他 诗生的感觉都很 和乐 你寻寻寻善诱 引人入圣 导而扶迁 那你的学生回到家里 跟父母讲 我最喜欢我们老师讲故事 那你就引人入圣了 抢而扶意则意 你鼓励他 肯定他 不否定他 他就很有信心 很受鼓舞 学得就容易了 学得很起敬 开而扶打 则思 启发他 不是灌输他 他才懂得思维 考虑 这是何意以思的 教学法 我们教学 什么是大根大本 什么会影响孩子一生 这是我们当老师的 要考虑的 成德 成长的背景 身边的长辈 过半数都是老师 这也是很特别 我父母都是 台南师专毕业的 我二审 国中老师 我二审 国中老师 二审 小学老师 三审 也是师范毕业的 我姑姑 小学老师 姑障 大学教书 我姐姐 也是师范大学毕业 我的表姐 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所以 身边 都是教育界的 所以后来我就有一个心愿 希望能回馈 教育界 也让我体会到 人有善愿 天必从之 国家讲 博士门中 有求必应 这是 自己的一个心愿 就觉得 为教育界做点事 结果 好像是13年左右吧 就有一个机会 受南京居美兴 这个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邀请 去给 一百多位校长跟幼儿园园长 讲学 给了六个小时 四节课 后来我就想跟他们讲什么呢 就想到一个题目 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我们当老师的要考虑他一生 人无远虑必要尽忧 你看假如我们引导孩子 就是他只重视他的考试 这个孩子很早就会出现人际关系的问题 你没教他 他也不重视 跟同学相处出问题了 可能跟父母相处也会出问题 等到他出问题的时候 你才教你才引导 有点慢 当然亡羊捕捞 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从整个求学过程走过来 面对考试成绩耿耿于怀 得失心特别重 这对自己的心灵影响都很大 我记得老师也会讲这些千古文杂 岳阳楼记也教过 讲到先天下之右而游 后天下之乐而乐 可能这句话也有磁场吧 我们听的时候 好像有感受到一点正气 浩然正气 突然老师下一句话说 背起来会考 两分 一下感觉不见了 所以老师不能看这么浅 所以要考虑孩子的一生 那这个题目呢 可能是佛菩萨祖先加持 当时我就有个灵感 我说做 孩子一生的贵人 请问什么时候做啊 随时随地啊 你在孩子的面前一举手一投足 学生都看在眼里 所以这个做字就有味道了 你说我离开学生了 我终于可以relax一下 放松一下 其实啊 我们下了讲台啊 言行都不按照地死规 不按照经典 你真的到了学校要装啊 我看也会露馅的 台上台下是一不是二 不然啊 台上台下不一样 很累的啊 要进教室以前深呼吸 我得装一下 哇那多累 我们得言行中性 表里相应啊 我们得落实 无量寿经的教诲啊 这个能不能往生啊 师长老人家有说了 无量寿经啊 这是人生的剧本 能做到百分之百 上品上神 做到百分之九十 上品终身 以此类推 下品下生 也要做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 诸位老师 往生是大事 净土为归 这个不归到极乐世界去 问题没解决了 我们要离究竟苦啊 得究竟乐啊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横出三界 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 靠我们自己要断见识烦恼 很难 大家可能不难了 我不是这个根性 我得使心他力 念佛求生净土 所以 这个 虽然我们现在有家庭的缘 有工作的缘分 但是可不能忘记这件事 而且啊 我们在家庭跟工作当中 所做一切 都没有离开啊 求生净土 离开了 那可能我们所做啊 哪怕是善 好事啊 都是轮回的善业 可是我们所做一切好事啊 我们都是所有善根 星星回向 怨神极乐 那这个跟十八愿相应 你不求世间的果报啊 那这个就是功德 是正修 正修是念佛 助修是断恶修善极功累的 就变成助修了 可是你有求 不是星星回向极乐世界 你有求果报啦 那所做一切翻转成轮回的善业 轮回哦 我们已经闻佛法了 我们已经闻佛法了 死身不僵 精身度 更待何时度此身呢 所以净土违规 不能忘了 谁忙谁闲 不离弥陀名后 顺境逆境 不忘往生西方 我们有这样的心境 我们就不会陷在家庭 跟工作里面了 这个脑子是很清醒的 我是要激功累的的 我不能发脾气把我的功德都烧掉了 那师长指导我们 无量寿经是我们人生的剧本 我们到了学校去 拿几句 在教学现况当中 最容易用上的 无量寿经的句子要写下来 忍辱如地 一切平等 平等心 对待所有的学生 不用爱真的心 善富口业 不积一他过 善富深业 不失律意 我们一言一行 给学生 做榜样 言谈当中 不要怨天 不要尤人 不要批评 他人 我们成长过程呢 受的影响不小 都会产生疑惑 比方说初中 国中的时候 老师 赞叹政府 上了高中 有老师批评政府 我们头脑都晕了 要引导学生 多看光明面 颖恶扬善 恶恶扬善 不要给孩子的人格 造成偏颇 年纪轻轻 老师一引导 常常很容易批评 时事 这个对他们不好 我们自己人生 走过来的路 我们都要引以为戒 自身也好 我们所看到 其实我们的人生 已经经历好多事了 我们静静想想 会得到很多启发 所以无量寿经经剧里面 在教学现场 常常会相关的 把它抄下来 每一次 要出门前看一看 印象深刻 一进入班级里面 都能提得起来 那我们的教学就是转无量寿经 一转经典 这些教学功德无量 那刚好跟 这些校长 幼儿园园长 分享 这个题目 做 什么时候做 孩子 谁是孩子 想到 所有的学生 把所有的学生 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做之亲 而且 我们教的学生 以后他们要为人父母 你把他们教好了 他会教育好他的下一代 老师这个行业 跟商业 一般的商业不同 商业 买卖 你想吃个什么 给你一顿吃的 教育 这个影响面 很深很远 你把一个学生的价值观 交正确了 他子子孙孙都受益 假如你教了这个学生 当了教育部长 诸位老师 你可不能下一个念头 不可能 你有这个愿心 祖先会加持的 说不定就派给你教了 感应不失意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我们的学生里面 可能有福报当官的 做大企业家的 他的价值观正确的 他一定会 用在他的工作上 那又要有多少人受用呢 你教的学生里面 又有当老师的 传你的一波 他又要教很多学生 所以当老师 是有福报的 可以积功 积大功累大德 而且对自己的受用最大 教学相长 陈德 当教书 看着那35双眼睛 随时盯着你 你讲的话 一出去他们就记住了 你自己要更鞭策自己 不然到时候 看你做的时候 老师 你上次跟我们讲什么 你怎么这么做 那就 可能要挖个洞 钻进去了 真的是 学而后之不足 教而后之困难 知不足而后能自烦也 知困而后能自强也 所谓教学相长也 这个做孩子 一生 你就要以他一生 去考虑了 你能以他一生来考虑 这一位老师一定是这个学生的贵人 我自己回想初中的时候 一位理化老师 女老师 他教理化的时候 也会讲一点做人的道理 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 人不能有傲气 可是不能没有骨气 这句话 我听一次 我就没有再忘记过 你看老师发自肺腑的言语 会触动孩子的善根 我第三年教书 教到四大天王 当时候 课程当中 也都会讲一些 林哲学 范仲淹的故事 其实我当时候讲的时候 我心里还有低谷 说讲这些到底他们有没有记住 有没有当回事 自己还有这个低谷 可能呢 有感应了 我把他们送出去了 六年级毕业了 送出去了 回到教室 就看到 有一个桌上 放了一个笔记本 我也纳闷 刚刚明明送他们出去 也没看到东西 怎么还有一本 就刚好放在桌上 这么明显 我就走过去 一翻 一个女学生的笔记本 一翻开来 苟立国家生死 岂因祸福必去之 居妙堂之高 则幽其名 我们讲的那些故事 孩子都记在上面了 我当时真的是很感动 现在想想 说不定他是佛菩萨 再来 看我们好不容易 发了点心 要从事教育 来鼓励我了 现在想想 确实有不少巧合的事情 不过这个也是推断 得往生极乐世界才知道 所以好多是想要知道 所以一定要往生 都会搞清楚 搞明白 那我们今天 进入经文 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 就是 博士门中 真的是有求必应 我还有几个愿求 都满了 另外一个就是 我上大学 遇到学长 跟我说 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 最宝贵的四年就 挥霍掉了 非常的遗憾 后来遇到佛法 佛法说 转烦恼为菩提 要会转 化悲愤为力量 因为那四年已经回不来了 一转 变成一种 力量 有机会多跟大学生 讲讲传统文化 尤其是刚要入学前 这是一个机会教育点 胜于死 胜于开始 他假如一开始 学校 给他办三天七天 传统文化课程 我相信很多学生的善根 会被唤醒 以成德自己的人生来讲 我不是不愿意学这些东西的 一直没有遇到缘分 后来考试考完了 又没这个缘 因为信息的缘要持续啊 当初大学的时候 确实也是福报不够 也没有人带我去台中联社 在台中佛奖读书 这不能怪别人 怪自己福报不够 所以 画悲愤为力量 就起了个念头 有机会要多跟 大学生 谈传统文化 尤其是他们入学 那个时间点 后来 受邀到大同大学 他们很难得 当初 学生处处长 一位李处长 他很有使命感 他就办 每一届大学一年几 给他们办七天传统文化的课 我们受邀去演讲 我们有那个愿 就有感应 所以朱老师真的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这是真实不虚的 我们不要怕发愿 发愿 老和尚说一念骗虚空法界 都会感诸佛 菩萨加持 历代祖先 富佑 那跟大家 刚刚所谈 就是我们当老师的人 对于教教道的认知高度 对于教弟子规 这些生活德行规范的 重视程度 就会决定我们教学的效果 我们假如觉得福孝德之本也 但是孔子说 教之所由神也 教育一定要从这里开始 我们认知到了 我们会尽一切能力 见凤插身去教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行人 老儿上说的 当老师的最重要的 教学生 孝顺父母 当父母的最重要的 要教自己的孩子 尊重老师 父母老师一配合 他这一生人格里 当中的大根大本 孝顺尊重生 杀下去了 这会让他 立于人生的不败 我们 从师长 老人家的 法身设立 来感受一下 教教道的重要 在2017年 这个星马应 中原祭祖大典 老儿上有开示 讲到星马应 值得我们尊重 尤其马来西亚 有一千三百多首华小 六十几首独钟 是靠华人自己成就的 他们对祖宗文化很珍惜 我走过欧洲 北美 澳洲 我还没有见过一间华小 马来西亚一千多间 这个不得不让我们对他们肃然起敬 什么事离不开因果 哪有偶然的结果 马来西亚这些教育界的先辈 他们高三远主 他们真的 他们那个建地 就像老儿上讲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你没有文化了 灵魂 没了 活着干什么 享乐 就并行尸走路了 现在外在这个物欲的风气 功力享乐很厉害 我们不扎他文化的根 孝涕的根 怎么可能不随波逐流 几乎不可能幸免 现在外在的诱惑力 比起我们小时候 那又不知道多多少倍了 我们得为孩子往后人生着想 所以劝警啊 我们其他华人地方 当然 当然 大家到海外发展 也确实是不容易 但5000年文明啊 一定要传承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要尽力把华小半层的 把尽力的把传统文化 能留在后代的写意中 这是真正的 这是真正的对他们的慈爱 父慈子孝 那师长呢 在这一次的开示当中 有讲到 弟子规的前四句 我们来透过师长的教育 透过师长的高度 来看看前四句有多重要 父母呼应勿还 父母呼唤的时候啊 要即刻硬打 不能慢吞吞的 不能等了很久啊 才硬打 那师父讲呢 这件事看起来只是琐碎的小事啊 其实对孩子的一生关系重大 要看一个人的基本安养如何 从他硬打别人的第一句 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真的会看人的 都从这些细节看的 有孝敬心的孩子 父母呼唤时会立即回应 对父母的呼唤是如此 养成了习惯了 养成习惯了是关键的 少臣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对其他人的呼唤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孩子给人的感觉 就有恭敬心 认真负责 教业者 长善 救其师 这个欲制是 教子使作善也 要让他 心善 相反的 如果对于父母的呼唤 爱理不理 长大后对其他人的呼唤 也会如此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这个人缺乏恭敬心 深信 懈怀 善闷 父母喊他 好了好了 那这个孩子的行刑就 慢慢就退堕了 将来他的前途是很有限的 这一句影响太一辈子了 第二 父母命 行物难 对于父母交代的事情 认真去做 不能推卸 或是拖延 能够这么做的人 对于别人交代的事情 同样也会认真对待 不能这么做的人 将来即使是上级交代的事情 同样也会推诿 或是拖延 严重影响自己的工作绩效 与前途 大家要知道 去工作 他已经是一二十岁 二十多岁的人了 到那时候 要再来改态度 习惯 好不好改 挺难的啦 第三 父母叫 须敬听 对于父母的教导 要恭敬 聆听 能够这么做的人 对于父母的 对于老师的教导 他对父母养成习惯了 父母叫须敬听了 他踏出家门 老师叫须敬听 领导教 须敬听了 上级的指证 朋友的 劝谏 都会虚心聆听 那他人生有好多贵人了 他没有父母叫须敬听 他这些贵人 现都没了 所以能够从中过一眼 不能这么做的人 将来对于其他人的教导 也同样不愿意聆听 于是就会失去提升自己的机会了 听不尽人家的劝勉 教导 那不尽则退 他只能越来 越堕落了 父母则需顺承 对于父母的责备 要虚心接受 不能强词夺理 能够这么做的人 对于其他人的责难 也会心平气和的对待 有则改之 苦则而加勉 不能这么做的人 受到了指责 就很容易面红耳赤 不悦的进行 很不高兴的进行辩解 或者顶撞 人际关系就会出现问题 自己的习气毛病 没机会得到改善 最终受损的还是自己 那接着师长 又讲 其他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譬如 懂得体谅父母的人 就懂得体谅别人 懂得体谅别人 就会受到别人的重视 尊重 爱亲者不敢误于人 近亲者不敢慢于人 所以这里 我们想到了 东则温 下则静 很体贴别人 对父母有理的人 对别人也会有理 诚则刑 婚则定 出必告 反病面 那有礼貌的人 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受到重用 生活规律 做事有恒心的人 就让父母安心 也会让上级安心 让父母都不能安心 能让上级安心吗 君子是四清孝 不忠可一于君 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所以这些 侍奉父母的态度 没有形成 他就不会侍奉 上级 那他的事业 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 有孝心的人 凡是尊重父母 养成向父母 汇报的习惯 将来做事 也会尊重上级 养成上级 汇报的习惯 如此就能获得 上级的提点 同时也能避免 私心自用 就是自以为是的 而促成大错的情况 我们从师长这些分析 就感受 这些弟子归路德校的句子 都攸关孩子一生 成败了 我们有这个认知程度 我们就会认真来教 不能小看 入者校这些句子 孝心开 百善就开了 而且这个都是他 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 这个之前 我们有机会 清静 长明法师 那长明法师 没出家以前是卢叔叔 对陈德有很多教导 其中他就常常提到 这个七个吉时 后来李悦老师 就把它整理出来 而且都是依据 地子归的经据 而我们 这个 要了解 教育 要重复 提醒 我们不能期望 教一次他就会 除非他是言回再来的 所以这个交织 左边两个叉 一个小孩 上行一下笑 右边 左边是身教的重点 右边是 手拿着小树枝 耳提命命 要有耐性 所以 他日常当中 对父母 对老师 对长辈 常常都会 用到的这些句子 要一直提醒他 他就会养成习惯了 那当然 我们要能提醒到学生 首先我们自己 要很熟悉 而且我们是真的这么做 深教跟言教 都是我们自己要带头的 你说言教 言教 我们要发自肺腑 讲出来 一定是我们自己做的 谈侃而谈 现身说法 比方说 父母呼应勿反 我们今天 要讲解给学生听了 父母命行勿然 要讲的时候 昨天我妈叫我 买瓶酱油 我还忘了 讲的时候都没底气 教学相长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 我得自己 问问自己 我做得如何 那这个七个吉时 好像有发过给大家 我看大家没什么反应 这个很正常 因为要提醒二十一次才会记住 是我提醒的还不够 这个手上有人可以发到群里去 手上有人可以发到群里去 我们简单的来过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提的这四句 就是即时回应父母 是摆在第四点 即时回应 顺父母意 当然 对父母之外 可以延伸到对一切人 即时回应 你不回应 父母着急了 父母担忧了 甚至还忤逆 还顶撞 那这个让父母难过好几天 这个责他的福报 这个因果教育 很重要 老师上特别强调 因果教育 你一教啊 孩子不敢作恶 得的效果 比较快 你教他伦理道德 他此于作恶 因为此于作恶啊 你可能要教他半年一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他的善根发出来 可是你讲因果教育啊 一讲 他马上产生净卫性 上次好像跟大家提过了 那个不孝啊 天打雷批啊 那孩子听一次他就记住了 太上感恩篇会编里面有讲 有个读书人 文章写的不错 怎么考啊都没考上 功名 后来遇到一个高人 他向他请教这个高人说呢 你小时候啊 曾经啊很凶的 瞪了你父亲一眼 你这个罪业啊还没有颤掉 讲这个故事给 给学生听啊 他印象会很深啊 又有另外一个读书人 考功名考不上 也去请教高人 然后人家点他呢 所以你这个 对于你啊 你的审慎 有 有 非礼的行为 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做啊 你的念头 你起了那样的心 所以一念不正即是 不待犯也啊 所以 这些故事啊 我们都要结合到这个 伦理道德里面 让孩子敬畏因果 好 所以 我们讲到这个 七个吉时 这个 吉时回应 顺父母义 前四句在里面 人 掌呼人 急待叫 人不在 急急到 他就会养成那个 有什么情况 要随时 及时的 回应给父母 回应给领导者 他这个态度啊 会让父母 老师 让领导 安心啊 事情 交给他 比较稳妥啊 比较靠谱啊 所以养成什么 是 公顺 反省之心 因为父母 需静听嘛 父母则 需顺臣 你看这经典的每一个字啊 用的都很有意境 父母 责骂我们 责罚我们 需要 顺 公顺 而且什么 沉 不能让父母白教啦 白讲啦 被 父母提醒过啦 要记住 不能让父母 白提醒 白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引导孩子 都引导孩子 福在受贱啦 听父母的话 听老师的话 听 长辈的话 也是有福气的人 手左弯路了 那就记取教训了 父母就是一心为我们好 好 我们看呢 第一个是及时关怀 养父母身 我们在 教导孩子 行肖 都可以用啊 古人的这些榜样 他们可能就感受更具体了 这个二十四孝啊 确实是很精辟的 他能传几千年呢 有他的道理啊 这些故事啊 看起来都是一个动作 但是呢 可是呢 那都是 至孝的流露 踩个伤胜 菜顺食伤 那么小一个动作 都是在这些 很细的事情当中 念念不忘 不 入居怀局 他才六岁啊 那孩子都贪吃 不是 你看他能 都不是先想自己 二十四孝啊 我们得先感动自己啊 再去讲给学生听呢 感动学生 那静孝 在古人这些榜样 我们就看到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还有养父母之慧 我们能这么引导啊 孩子静孝就不会局限了 他会考虑的 体会的很 全面周详 你从教他孝道啊 也教他去体会事情 考虑事情 那及时关怀啊 养父母之身 延伸 至对一切人 冬则温 下则静 沉则显 温则定 清有吉 药仙长 昼夜事 不离床 似诸父如似父 似诸兄 如似兄 他从这个孝父母 可以延伸到 孝父啊 伯父 这些长辈 甚至是别人的父母 别人的兄弟姐妹 凡事人皆须爱 天同父 地同在 因为孝涕野者 其为人之本鱼啊 那这养成心存孝敬感恩之心啊 这些京剧啊 几乎每天都会在孩子的 学校生活当中会出现的 我们都能借这个发生的事情 马上肯定赞叹这个孩子 同时其他的同学也相关而善 这个是研究 及时机会教育点 也是一种敬教 整个班级里 都是出臂固反臂面的风气 你学生老师我回来了 老师我出去一下 这就是一种氛围 包含见人善及时期 这些每一个京剧都可以变成 班级的敬教 班级的风气 那这都要靠老师来带动 第二 即时会报 安父母心 延伸 自对一切人 出必顾反必面 居有长 业无变 事虽小物善为 他不会自作主张 苟善为 只照亏 长呼人 急待叫 人不在 急急到 这即时汇报情况 这个也有责任感 心存 沉静体恤之心 第三 即时劝谏 养父母慧 延伸自对一切人 清有过 见死根 宜无色 柔无身 见不入月父见 豪气水 他无怨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两亏 心存 恭敬 尘全之心 都是尘全父母的心 而且 在劝父母过程 没有见父母的过 自己做什么事的动机 都保持住 见死根 是为了父母好 改过来 不会去记恨父母 那延伸对一切人 那同学之间也要 善相劝 得皆见 那他有这个态度了 他就不会动不动 就去 给老师打小报告了 他有一种责任 要先去提醒同学 我们看第五 刚刚我们讲过的 即时回应顺父母意 第五是 即时参与 满父母愿 一个人 在家庭 学校团体当中 他都会 即时主动去参与 去付出 这一定是有福的人 不自私 主动承担 从哪里培养出来的 第四国里讲 亲所好 利畏惧 凶道有地道工 兄弟目孝在中 你看这一句 同学们到了学校 师兄弟 兄道有地道工 兄弟目 孝在中 老师最高兴 即有能 勿自私 人所能 勿清之 这个 即时参与 大家养成 责任 承担之心 第六呢 即时请教 掌养 谦德 上书讲 满朝损 千受益 一个小孩 在小学期间 没有掌养出 千德来 后面要再养 也不容易 所以即时请教的态度 事虽 事虽小 物上 心有 疑 谁 杂 静 旧人 问 求 缺 忆 年轻人 无限好 得日静 过日 少 心存 谦卑 好学 之心 那都是培养他 处事正确的心境 第七啊 即时确认 不认己见 这个其实确认 没有做到 很多事会坏掉 很多事都做到一半 白做了 你也不要马上答应人家 去查一查 自己的形势力啊 确认清楚的再打了 不然到时候人家都公布出去的 就麻烦了 事物忙 忙多措 物为难 物侵略 也不能 轻率 都要 衡量清楚 我们在因缘当中 度得量力 对外还要审视责任 行事也要看清楚 成不成熟 这不能攀缘 这个随缘两个字可不简单 那是对因缘客观看得清楚 才能随缘 不然攀缘了 这个过了就是攀缘 不然不急了 就是不负责任了 这个心有疑谁杂聚就能问求缺义 这也都是及时可以确认 那我们老师假如 手上就拿一本小本子 自己学什么 有一问记下来 或者你答应同学了 你就拿出一个本子来 谢谢 学生一定会 老师你在干什么 老师已经答应你了 把他记下来 这样我才不会忘记 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以身教 带动学生 凡出眼性为先 讲了我要记下来 随时我可以再确认 再提醒我自己 不然呢忘了就失信于你了 所以心存认真求是之心 此事求是 认真的态度 所以这个七个即使 当然佛门说七是吉祥的数字 是圆满的意思 人养成一个即使的态度 他可能就懂得即使去沟通 他这个积极主动的态度 就会出来 我们透过前面提的 让大家多体会 交入者笑的重要 你包含 林哲学先生十五亿 这些都是抓到 人生的大根大本 你忽略了 就麻烦了 就努力 反效果都说不定了 所以不孝父母 奉神无义 兄弟不合 交友无义 这些句子都很重要 好 我们进入入则笑 谈到笑 我们刚刚说 因果教育很重要 因果教育当中 有一本书 李秉仁老师 很重视 老和尚也提过 好像现在 反正是华藏 有出书 有选了一些 粤维找堂笔记出来 还把它注解了 因为都是文言文的 那其中 有一则 叫笑女 退了这个福仙 在昌州 昌州是在河北 有一个 读书人 叫刘世玉 他应该是那个地方的举人 他们家的 一个 这个房间 住进福仙 福仙 有人走进来 拿东西丢 很危险 而且 而且根本看不到 他的 形体 那这个读书人 就很困扰了 这个刘世玉 结果 附近有个官员 叫董思任 他一听到这件事 他自告奋勇 他就到了这个 刘世玉家来了 我来劝 这个福仙 他就进去这个房仙 开始小语大义 人跟妖 不同道 就劝这个福仙 劝了没多久 这个福仙就说了 说我 这个 没拿东西丢你 但是 你也别在这里 再给我讲道理 你呢 人家说你是好官 其实你是好名 然后呢 你不贪污 其实不是你连结 是你怕会有 后患 所以你赶快走吧 我不想让你难堪 这个 这个官员 回去郁闷好几天 不过 这个福仙 可能有点怕心痛吧 看到他的情况了 他自己也讲不下话 他就回去了 结果 后来 有人跟这个狐狸 讲话的时候 就讲到了 这个刘家 有一个 女仆 很孝顺 鬼神 看到他 都要让路 要避开 我们就更不敢 轻慢他 这个福仙讲了这段话 后来这个 这个举人 刘世玉 就派了那个女仆 住进那个房间里面去 结果一住进去 那福仙就不见了 你看 孝涕之志 风于神表 这些其他贡献都尊重了 我当时看到 月尾草堂笔记这个故事 陈德就联想到 我们春学旧语有一个故事 我们复习一下 因为春学旧语才讲一遍 还没有二十一遍 我们复习 这个刘宏典先生 讲到了 当老师不可以离馆 不可以离教书的教室 这样就没有尽到责任了 所以他这里就讲了 他曾经看过记载 有一个僧人 尝了很好的酒 可能他年纪大了 那个血力循环没有这么好 这是可以开源 七十岁以上有很多开源 有一只狐仙 给他偷喝喝醉了 睡在那个酒瓶旁边 结果这个僧人 就把他用绳子绑起来了 这个狐仙醒过来 就对这个僧人说了 你帮我干啥呢 我又不怕吧 我怕的只是 某一个丛领的大和尚 还有某一个村里面 那个老学旧 除这两个人之外 我谁都不怕 你帮我干啥 我这个福仙口气也蛮大的 这个僧人 就拿仗要打他了 一瞬间 他就不见了 他也有功夫的 他提的这个大和尚 这个僧人是知道的 认识的 然后这个僧人就亲自 到了这个村 去拜访这个老学旧 一看年纪很大了 家里一看也是很贫穷 在他的草庐中 见到几个小孩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个出家人 就请教 这个僧人 请教这个老学旧了 因为这个福仙很肯定他 当然这个老学旧也很谦虚 人家都这么问 他说可能 我所藏的 没有其他的 生平教人子弟 尽心尽力 从未旷一日功课 每一天都尽心尽力教 没有懈怠的 哇 这个僧人一听完 对他殊然起敬了 接着刘宏典先生分析 就很重要的 尽心尽力教蒙童 亦自凭 至常之事 很平常的事 而善德所基 他每天认真教 所基的善德 虽妖福尚且未知 这个福仙对他非常敬重 可见 韩式训课之功 就是平寒的读书人 教学生 这样的功德 主以东通天地 而动鬼神以 接着刘先生说到了 我观察 私下观察 这些教师俗的老师 你没尽本分 出去给人家讲善言 这是浩明 你没有敦敦敬分 有停管客 而助人行善事者 这个都不多了 方且致命为善人 方且致许为善德 这个认识不对了 我真的遇过 遇过一个教育 教育局长跟我说 我们那个地方 有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常常不在园里 跑到他当地的千年古事 做义工 说到这里做才有功德 不能怪他 应该怪我 没有给他介绍 春学旧 这一段他听了 他就不会这样了 所以介绍这本书 还是很重要 不知尽兴以教人子弟 便是莫大之功了 魅心以物人子弟 便是莫大之罪 独奈何舍其田 而云人之田也 这是教学的人 自己最重要的田 自己最重要的福田 不跟跑去跟人家的田 这里又提了一个 有中日在管 子徒自己用功考功名 儿子子弟于不问 他的过失 跟李广的一样 都没尽到责任 盖我既训盟 我既然已经从事这个教学工作 则十分精神 要用七分在学生身上 所以训盟之处 差不一言 果能以 无畏之老学究为法 就效法这个老学究讲的 尽心尽力 畏旷一日功特 下面这句话很有味道 折见寻行 鼠墨之功 我们带着孩子读经 顾念他不要偷懒 就这么平常的事 子女悟到参禅并重 哇 这句话我们去体会体愿 尽心交 跟悟到参禅并重 成德就想到老阿尚说的 念佛 念金心 心上真有佛 所以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教孩子是念佛 因为用真心 佛就是真心 所以用真心 教孩子 直与悟到参禅并重 平等 所以身而有益于人情 莫必 为神于天上 有 有不垂 得垂后裔 而世代 瞻因也哉 这个话就是说 这个话就是说这样的老学究 他的后代一定人才辈出 一定会考上功名 因为他积的 因德太后了 所以这个春学就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 你看 有一次考上功名 报名字了 皇帝旁边那个大臣 一念 他弟弟 他下来 谢主荣恩了 后来念念念 又念到他侄子 他又下来 谢主荣恩 皇帝就笑了 结果有一个大臣就说了 这是他爷爷 他父亲 他父亲 是师祖老师 积的应德 所以我们教书的人 要知道 孔子是我们的鼻祖 孔子认真教书 他的后代 两千五百多年不摔呀 尤其我们在文化 传承 危急存亡之际 来尽心尽力教传统文化 这个功德太大了 老和尚说 五千年来第一等好事 因为五千年来 没有碰到这样的危机呀 刚好被我们碰上了 我们掌握这个机缘 成就自己 利益后代子孙 成就学子 那我们 这一生就没白来了 就很圆满了 往生极乐世界 世恩总报了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众请合掌 礼谢法师 慈悲受克 丙礼法师 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恭送法师 好 免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大家 夜梦弥陀 好好休息 为了走更远的路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